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有我在新西兰的以德台阳,还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早安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向编辑部《蒸香煲》和《晒冷气》 继续装大纵纳模式的力量 好了,今次就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另一位学者是来自香港大学的 他就认为目前香港政府实施一个高压的政策 他认为这个高压政策就难以令到社会有长治久安 究竟香港社会是不是真的这么高压呢? 是不是大家都没什么自由呢? 是不是不能够出去吃饭看电影行街这些行为 做这些娱乐消费呢?当然就并不是了 但是为什么这位学者会认为香港政府现在正在行一个高压政策呢? 非常之奇怪的 那他说的东西呢 其实都是算是客观的陈述来的 但是呢 有些东西呢,他就 我觉得说的不准确的 总体来说,他算是客观的 他就说,反修例运动至今的民怨呢 好像一场洪水那样 但是政府呢,就从未疏到的 只是用一栋墙和一个盖地压了它下去 市民没办法释放愤怒 说会因此做傻事 那他还说呢 现在这样的高压政策呢 不是长治久安的有效方法来的 香港一直都是自由城市 政府突然用高压手段管治呢 只会短暂成功 自由城市的人呢 尝试过自由的滋味 他是不会忘记的 那当然啦,这位阿哥呢 我不想说他的名字了 因为没必要的 那他在他的面书就说呢 这件事 就是那件事呢 就是社会压迫令人窒息 来带来的悲剧后果 那这儿呢 我就觉得他不客观的了 就是对于市民去现场欠花被警察阻止 那他就说呢 在这个政权眼里面呢 公开悼念就是先党 摆放先花就是丢垃圾 那这儿呢 我已经觉得他全部在Facebook说的 那些都是不客观的 那最初的时候他说的那些 都算是客观的 但是Facebook说的那些呢 就是不客观的 他说高举追求民主公义的 橄额 对不起他不是说民主公义 不可以屈他 追求民生公义的橄额 就等于煽惑他人仇恨政府 两个人走在一起呢 就是犯罪令 如果你对这样 这么专横的政府 没有反感 没有愤怒 我相信你从来都不知道 自由和尊严为何物 这个是骂我们的 哈哈 就是我对号入座先 我对号入座先 没所谓 他这样骂是没问题的 但是要说清楚一件事 他说头那件事呢 就是反修例运动 民怨一场洪水 因为政府没有错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的 这个你看到社会上 两边都有很极端的人 是 很极端的人呢 都是很想对方 就是极端的人死的 是 没错 但是我告诉你 大家要认清楚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普通正常社会生存呢 我是最想那些极端的人收工的 不要再吵 就是希望他们变回 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温和一点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这些极端的人 政府做什么都说不对的 政府是疏导不了他们的 这些民怨呢 是永远在这儿的 你怎么疏导他们 你听他 是啊 你听一边说 另外那边极端的人 就会说不对的了 因为他们两边的人 其实都有各自的煽动者 你要看一下现在香港的 舆论情况先 一边 就是煽动那些黄友出来 搞这搞老 是 另外一边 就煽动那些男友出来 哇 一个愤怒的市民上 这样 他们死过了 是的 一个愤怒的市民 他把矛头指向什么呢 好了 最初就指向林郑月娥 接着就指向郑若驊 接着就指向 陈肇始 真的啊 陈肇始 是的 他们根本上是这样的 哪一个可以欺负的 他们就煽动那些人去欺负那个人 是啊 其实你看到这些人做的事 根本两边一样这么扼的 我从来都是这么说的了 你不喜欢听都没办法 事实就是很难听 极端分子 他们想的方法就是 喂 我不是想社会的争论减少 我是想社会的争论不断增大 还有 我很想见到一间企业 几十年老店 扑街 所以我就将那个 舆论引向他们 引向他们 小小东西 几个字写错 或者 想说上线的了 有人说我们想说上线不错 你一张通告 很坦白说 如果是根据程序做事 就这样按几个按键就算了 因为有太多其他要做 现在 你要理解一下 因为大企业里面打工的人 其实很多都很辛苦 大公司 表面上看上来是风光的 实际上是很辛苦的 实际上是很辛苦的 实际上就是因为大公司 不断削减人手 很多东西都是按几个按键在电脑上 按了就出的了 不会理解的 你要先理解这个背景 如果你理解了这个背景 有很多东西你会包容 就像特区政府一样 为什么我们 不是很建议那些人 狂骂特区政府呢 或者 当特区政府被人乱参骂的时候 我们一定出来支持政府呢 不是因为 特区政府做得百分之一百对 我都没有说过特区政府做得百分之一百对 而是 你的社会氛围不可以走向极端 小小不妥就狂骂一餐 因为香港人 这个是香港人的 本质上的问题 小小东西 无限放大 好像去staycation 我洗凉 为什么外面有个无人机 我没有拉链 我就被人看了 然后就狂骂 其实酒店那些员工来了 和你道歉了 说我们也不想 没办法 但是这些我们是管不了的 你拉回那个链子 你拉回那个链子 好吗 还有说真的 我昨天怎么拉链子 你是不是叫我 濕地地走过去 拉链子 你濕地走过去 被人看了 躲在水里哪里 看到你 就算是这样 就算是 还有浴缸 和那个窗 中间应该都有一块玻璃的 那你几块玻璃的 光的折射之下 可能什么都看不到 是吧 没有 小小东西在那里 骂一祸 我终于骂了 小小东西骂一祸 很小事而已 你被人看了 有没有真的 身体有损失 没有 没有 有没有吃虧 有没有吃虧 我被人看了 就看虧了 看虧了 你不如包到 好像油桶那样出街 对 要 那就看不虧了 只是眼睛 是吧 以后就这样穿 是不是荒谬 有些事情 刚才我不牵涉到 宗教或者种族歧视 说油桶那个笑话 这个油桶笑话 中国人都很少说的 哈哈 不过都要说给大家 就是 你说要包到盒 你就出街包到盒 是不是 没有被人看到 只是看到眼睛 眼睛都带黑超 连眼睛都看不到 整个黑东西 到处走 社会氛围最大的问题就是 动一些 有少少问题 就归咎政府 你现在 那些学者在说什么呢 就是高压政策 什么叫高压政策 社会压迫令人窒息 其实很多社会 都是很大的压迫感 我承认 香港的生活环境 是不是那么好的 对很多人来说 但是你看到 做这些事的人 做了这件事的人 其实他本身 都有一份 算是稳定的工作 还有他有没有居住问题 可能比其他人好很多了 已经 所以问题不是说 社会有多压迫的 是个氛围 有些事情 你要学会 其实香港人到现在 都不学会 两边都是 其实 你要接受 社会就是有些 有些不同 不同的嘛 如果连这些基础的东西 你都接受不了的 一定是乱参闹的 还有你一定要接受 一件事就是 香港这种形态的政府 做的东西一定不会完美的 其实全世界的政府都不会完美 老实实实 但是香港政府呢 有很多事情根本都没有资源去做的 第一 税低 第二 资本主义社会 是的 第二 资本主义社会 基本上就是压到很低的了 所有事情都 譬如你说社会压迫的人就懂 是不是全部的压迫 都是政府压迫 大家 不是的 其实社会的体制就是 你资本主义嘛 那就迫你去做事的 其实就是 用钱去迫你去做事的 由主动去提升你自己的生产力 从而整体整个社会的生产力都可以 持续地上升 是的 你这样一定是有压迫感的 其实你一用市场经济 就会令到人有这个压迫感的 其实 一定会 你不懂得调节自己 你就会窒息的 其实就是 这个是 每个人做人 一定要 在自身那里找一个答案 你不可以每天都去政府那里找答案 说政府没做这个 政府没做那样 不可以的 这样 你有自由 你就要负担一个责任 就是对自己负责 这个自由其实是两面的 你要有自由 你要对自己的所有行为都要负责的 你看看我举个例子 你看看美国你就知道 为什么他们到现在 有问题的时候 都不是经常会插政府的 举个例子 他们现在在救援那里 你看到他们动扭起了出来 倒了 40年倒了 接着救得很慢 那些人说救得很慢 嘲笑美国有些人出来说 哇 这些啊 考古式救援 这样 你觉得别人有问题 别人美国佬他觉得自己没问题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不如骂个政府的 很有趣的 如果这件事 换着在香港或者在国内发生 哇 叭叉到云了 这么慢 因为你的思维不一样 其实在外国很多人对政府是没有期望的 是没有期望的 最好不要理我 是不会有期望的 所以 最重要是你不要理我 我就不理你 其实就是这样的 税我交足 这个就是自由 所以 香港是畸形的 因为香港 没错 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城市 但是如果要自由 你要为自己负责 这个是自由的另外一面 所以不可以什么都去找政府 西式的自由 西方的社会就是 不想政府干涉人民的自由 人民的生活 所以就算我PK 没人救我 我都不应该骂个政府的 这是自己的事情 你不要管我 是啊 当然政府它会帮你 有些地方 你出了事它会帮你 那是一个安全网 但是不是帮你解决了 所有你自己的问题的一个答案来的 就是有很多人觉得 政府是可以回答所有的 其实这种做法就是 我自己觉得 有人觉得香港政府 要家长式管治 要照顾了香港所有人才行的 但是如果你要家长式管治 但是有很多事情 管得很细致的 可以 你要管得很细致的 还有 第一你会少了自由的 第二就是 第二就是 你要政府照顾得你足够的话 税率就不是现在这个税率的 你要多些资源 大哥 你什么东西我都要给你看完 当然自然要交多些税的 好像妈妈那样看你 早上七点钟 好起床 擦洗面 吃早餐 煮给你了 有些人想这样 希望政府可以 给到一个 妈妈式的 照顾的程度 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 其实长治九安 坦白说 其实要向这个方向走 在香港 对香港那些人 因为香港那些人很多 还没戒奶 真的 我坦白说 现在很极端的那些人 其实九成都是没戒奶的 我不理会说 你黄定南也好 你极端的那些人就是没戒奶 基本上 什么都在后康期的 什么都骂一餐 妈妈 帮我捷屁啊 这个做得不适合 你动点就骂 政府做得不适合 你是不是傻了 其实有些媒体 根本上就是要挑动 市民和政府的矛盾 如果你不挑动这些矛盾 哪有新闻做 哪有view 哪有like 你自己想想都知道 洞房啊 凝起啊 为什么凝起啊 19年 搞了很多东西 然后 当然他们就多了客 然后2020年抗疫 天天骂特区政府 那不凝起哪有办法 一定凝起的 天天都骂 找东西来骂 天天堆献蓝图 好笑 所以你就说 如果高压政策 洞房收皮了 是吧 第一份是洞房 其实 如果真的行高压的极端人 一早就没有运行的了 不是等到现在的 即是连高压政策都搞得清楚 你说追求民生公义 你追求港独怎么和民生公义 是两样东西 你不要把港独和民生公义串在一起 民生还民生公义还公义 港独还港独 我觉得他这句话 你炒了一点来说 他是想避开 在字面上避开 我相信他是想说民主 就不是说民生 但是 就算你真是争取民主 你不可以和港独 黏在一起 其实 为什么香港民主运动会死了 是完全失败的了 2019年完全失败 因为你们和那些港独暴动有 黏在一起 那你是一定输的 什么道德高地都没有了 我不是反对人争取民主 从来都不是 当然我这么说有人说 你这个是黄的 你喜欢这样分就分 我都不介意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 争取民主是可以的 从来都是可以的 为什么不可以争取民主 民主本身就是 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中一样来的 民主和自由两样 你不要说争取民主是错的 没有错的 但是你有一个条件 你要有民主 你首先第一样要先守法 尊重一国 现在太多人说两制 大家先尊重一国 你连第一样都不说的话 你说什么民主 你怎么两制复下去 好了 你说要争取自由 香港一向都是自由世界排头三 好 你可以争取再自由多一点 你可以再争取自由多一点 但是 你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比如你要再自由多一点的 税再低一点 又要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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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税再低一点 看病都全部自负 看病都贵 政府医院那些就收工 就叫政府医院收工 是吧 你要再自由一点 但是这样不行的 其实 很坦白说 香港那种自由程度 本来已经是尽的了 就是你再自由一点 根本我都不明白 你怎么可以再自由一点 就是 难道你说给你港独的自由 那才是自由 那你是争取港独 你不是争取自由 是吧 没错 现在就是有些人 将这些概念混淆了 自由 你要自主 那你起码都要经济自主 是吧 你经济自主给我看 你们那些人 试试不要做正棍去找钱 看看你找不找到 很多人 自己经济都没独立到 经济都未能自主 就在那里说要独立自主 就觉得独立自主 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你先解决自己的问题 好不? 你找吃的问题都未解决 他就说是政治的问题 令到我找不到吃 为什么在社会上其他人找到吃 我找到吃 是你找不到吃 很多人都找到的 很多人都找到吃 不过有些人是用煽动 其他人去找吃 我们觉得这样不适合 其实就 我们就不做些煽动人的事情 煽动人去搞某些企业 煽动人去憎恨一个人 煽动人去憎恨政府 煽动人去针对特首 那些 我们不做这些事 煽动人去仇恨政府 老实实 黄南都有做的 这些事 男友做得更离谱 我可以跟你说 我去几个月 两个人走在一起 就是犯限聚令 这个根本不是事实 这位哥哥 这个学者 你用这些事去说政府是专横 实际上现在真的有抗疫的需要 你可以说专横 我在这里被人封城 基本上三个月不能出街 两个多月 加上三个月 你够这样专横? 你看马来近现在 马来近都在封城 马来西亚是不是? 是 但是马来西亚 他会说的 马来西亚的自由排名 比香港低 所以就不算 我现在说了 新西兰的自由排名 比香港高 但是 真的要禁足你就禁足 全部东西关门 全部东西关门 那是不是专横? 我们在这里有些前总理 他就说 其实不止一个 其实有前总理就说 其实纽西兰这个地方 就是有得投票的极权政府来的 因为他一执政的时候 他什么都做了 有了选票授权 就什么都做了 他不会理其他人的反对 他全部都做了 他就做了三年 你反对他 接着你选过第二个 结果选过第二个出来 做了的事情是不改的 是这样的 那你说是不是很专横? 是的 而且他不会你反对的 其实大家有一件事是要接受的 就是任何政府施政都不会百分之一百满意 你要先接受这件事 香港就是有太多人煽动 一些对社会对政府有不满的人 你看看香港媒体有哪一份是不会了这些事情 你看看香港那些网台有哪个不了这些问题 每个人都是把矛头指向特区政府的 在培养一帮 他根本就是培养一帮人就不要戒奶 最重要是不要戒奶 戒奶的话 你就不要骗扰 那些人骗扰奶奶就不会成功了 你一戒奶就听不懂 对 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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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来过瘾的 有一帮人是要社会的人不要戒奶 只是喝其他奶 就不要喝维他奶 喝我的奶 哈哈哈哈 其实你说 这些人做傻事 他有预谋的 很坦白说 一个授权发布的哥哥 他说出来他不是做傻事的 那个人是有预谋的 当然有些人说 他有预谋 英国抵制维他奶 一件还一件 维他奶 维他奶是不是想 那个人这样做 他是不是支持那个人这样做 有些人说 哦 他那个声明写到这样就是了 你想想先 香港 那么多企业 那么多政府部门 里面有一两个人玩东西 其实很正常 首先要讲一讲 你不可能把火了大 他要堵倒那个政府部门 或者堵倒那个企业的 这样是不对的 很简单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 就是我们自己的网友都很多 那些子女黄的 你可以怎样呢 你可以怎样 你杀了他 大义滅亲 很多人在网上 躲着电脑背后 就可以下爬轻轻的 是啊 但是现在 我看到维他奶 衍生出来的问题是很大的 他说 你们的心是黄的 你们是暗黄 你如果是要去到 一个这样的地步的话 社会没办法正常回来的 其实最好就是 其实最好就是 大家做一件事 不要说那么多政治 做回该做的事 从来都是那些极端分子在乱来的 是 你要糾正社会 你就支持政府去做 是不是 你支持政府做回该做的事就可以了 有些人说 你困人的 你们 我怎么困人 如果人人听我们说 就没事了 是有些人不听我们说而已 是那些极端人不听我们说而已 而且香港现在 温和的人是越来越少的 在网上的舆论空间 温和的人越来越少 为什么 《魔汗篇》出报 一条片都几万view 最多有些只有几千view 人家那些移动一夜都四十万的 那些极端人叫人骂政府的那些人 可以看得到 从数据上可以看得到 是多么极端 多少极端人在背后 现在在社会里 也都解释得到 为什么那个贸易解决不了 今时今日 是的 还有政府有时 他一定要制止那些很极端的行为 其实 依我的粗浅的看法 无论任何一方法 一些很极端的言论 政府都是要制止的 你这样才可以保障到普通人的 一般人 你不怕得罪什么的 就算他的立场是支持政府也好 如果他做一些极端的行为 说一些极端的事情 你都要制止他们 你不怕得失这些人 最大的问题在香港 就是现在极端变了主流 给人的感觉是 那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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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所以如果你说高压政策那些 唉 都不知从何说起 就是你 如果真的有高压政策那些极端人 就收了工了 是不是 你不要跟我说 就这样悼念一下 不是的 现在不是就这样悼念一下 你很坦白说 那个人是插完 阿sir 跟着才是 制裁的 他的行为 我们一早都显摘过 也都很离谱的知道他 那个矛头 一定要认清楚 要指向煽动 这个人 做这些事情出来 那些人 是 就不要射到其他事情 射到其他事情 有很多人很开心的 非常开心 你看得到 我觉得你很白痴 是啊 你拍懒手掌 这些事情 我们特别不讲清楚的 其实 其实我们都是在做一个社会实验 究竟看看那些人 如果 如果我们只是说一些比较重要的观点出来 有些观点有些漏洞 他们会怎样说 其实这个社会实验 我们是经常做的 我们稍后就会解释一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有些人说 你们搬龙门 哈哈 其实搬龙门的不是我们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回 那个留言的时间 那些人怎样拼 怎样转他们的故事 所以我们可以跟到一个脈絡出来 很明显 有些人就是要社会继续联络 还有 是要不断增大内地和香港的矛盾 而不是缓解这件事 有些人是要主动去做这件事 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 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会再讲其他话题 拜拜 拜拜